大家好 歡迎收聽一週法庭宣布 七一立法會暴動案 週六判刑 12個暴動罪成的被告分別被判囚大概4年半去到6年10個月 其中吳認罪的黃宗堯判囚6年2個月 認罪的鄒家成判囚5年1個月 孫曉南判囚4年9個月 劉永康判囚4年半 另外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 前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和兩名前常委鄧岳君、徐漢光 就定罪和刑期提出上訴 週四被法官駁回 鄧岳君、徐漢光要即時入獄服刑 稍後跟大家講講判詞 還會繼續跟大家跟進黎智英案和林卓廷 在721非白衣人案作供的情況 先講講七一立法會暴動案 案件週六判刑 12個暴動罪成的被告分別被判囚大概4年半去到6年10個月 其中不認罪的黃宗堯判囚6年2個月 認罪的鄒家成判囚61個月15日 即是大概5年1個月 孫曉南判囚4年9個月 劉永康判囚54個月20日 即是大概4年半 其餘兩個報稱記者被告暴動罪名不成立 非法進入會議廳罪成 分別判罰款1000元和1500元 暫委法官李志豪說 立法會有獨特的憲制地位和象徵意義 七一當日暴動規模過千人 示威者不理警方警告還變本加厲闖入立法會 法官認為示威者事無忌憚包圍立法會 標誌著挑戰特區政府 意圖推翻政府憲制和削弱管治 也等同衝擊法治 是暴動案之中最嚴重 部分被告以7年 即是區院刑期上限為量刑起點都不足為過 其中最嚴重的帶領積極參與者 包括劉永康和周嘉誠 就以7年為量刑起點 透過身處現場和支持鼓勵的被告 例如是孫曉南、王中堯等的人 就以6年半為量刑起點 對於辯方說王中堯只是短暫逗留在會議廳裡 法官不佔納 說好像他那樣的人 短暫留下都已經能夠鼓勵 激起士氣令暴動持續 但他同意王中堯不涉及暴力或破壞 罪責是本案最低級別 這宗案的被告早前分拆多日求情 其中周嘉誠和劉永康就在週一親自求情 到跟大家重溫一下部分內容 周嘉誠當日說 示威者闖入立法會時 很多都覺得很害怕 認為合法和平的抗爭手段 未能阻止政府不聽民意 周嘉誠又說大眾突然變得激進 是走投無路的疾夫 說當管治者譴責暴力 但不用等同的力量去修正不公義時 一個地方只會在一次次的暴力和騷亂之中輪迴 他說無論法庭判法如何都會繼續前行 將恐懼化為力量 就好像他當日走入立法會一樣 劉永康就說 對於示威者成功闖入立法會覺得詭異 擔心會發生流血事件 所以在沒經過思考下就去到現場 他說最後能夠減少傷亡 說給他重新再選100次都會進去大樓 寧願坐牢都不想見到有人流血 又說事後拒絕離開香港 因為不想一輩子回不到他最愛的城市 不想公眾覺得這場運動的門面人物 只是顧著自己的安危 他想證明真的有人願意兌現齊上齊下的承諾 說既然這樣是犯法 既然我同情示威者 我願意和他們一起坐牢 劉永康又提到商戀9年的女朋友 說眼見女朋友為他奔波 不知我做過的事幾十惡不赦 但愛我的人是無辜 他希望出獄之後可以做回個稱職的男朋友 過30歲人應過的人生 在他們兩個求情期間 暫問法官李志豪多次打斷他們 說法庭不是表達政見的平台 李志豪星期六判刑那時就再次提到 劉永康和周嘉誠的求情 很多都是政治表述 所以無需考慮 接著是支聯會他交資料案 這宗是第一宗涉及國安法實施細則 有關他交資料的審訊 案情說支聯會未有按警方國安處發出的通知書 交出多年來的職員活動等等的資料 前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和兩個前常委 鄧岳君、徐漢光上年3月被裁定罪成 判囚4個半月 他們3個就定罪和刑期上訴 星期四被高院原仲庭法官來遠機駁回 鄧岳君、徐漢光即時入獄服刑 周幸彤退庭前大叫獄家之罪何患無辭 有個女懲教員就伸手去到他嘴的範圍擋住他 在宣判之前 鄧岳君和徐漢光在法院出面見記者 被問到如果敗訴會不會上訴去到中院 徐漢光說會和律師團隊研究 看回份判詞 法官來遠機說認同原審判斷 說支聯會實際上是否外國代理人 不是控罪元素 控方不用證明 來遠機說控罪只是說被告沒有遵從遞交資料通知書 如果要求警方在發出通知書前 就達到審訊舉證的程度 那是有違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 來遠機同時說辯方在審訊中 是不可以挑戰通知書的合法性 說如果要挑戰應該申請司法覆核 而事實上徐漢光也曾經申請司法覆核 其後撤回了 所以黎遠機認為 上訴人並不是沒有機會挑戰通知書的合法性 另外黎遠機認為控方有些證物 因為公眾利益豁免權而被遮蓋 他看過之後認為遮蓋的決定適合 而國安處警司洪毅拒答一些相關的問題 也沒有陣外公平審訊 所以認為原審是不涉及審訊不公 另外上星期都跟大家提過 人民力量前副主席快必譚得志的 煽動案上訴被上訴庭駁回 他不服結果 星期四就定罪申請上訴去到終審法院 律政司回覆我們查詢說 已經收到被告申請上訴去到終院證明書的動議通知 這宗是1997年之後第一宗煽動上訴案 主要的爭議點是煽動罪究竟用不證明煽動暴力意圖 法庭線也做了幾個有關煽動罪的跟進報道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下 我們就上訴庭駁回快必上訴的判詞 與港大法律學院客席教授陳文敏談過 陳文敏認為這份判詞值得相確 未能清楚解釋為什麼不採納英國書物院的看法 和香港的特殊性 陳文敏說 目前至少有五個國家的法改會 經過研究之後都指出煽動罪在歷史上容易被濫用 用來打壓異己 說我們有什麼理由去相信香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對於判詞說煽動罪條文已經列出了不屬於煽動意圖的情況 定了清晰界線 陳文敏就不認同 說言論自由不應該只限於嚴肅討論法律、政策問題 說日常生活都有諷刺時弊、對社會狀況不滿的宣洩性言論 反問是不是這些言論都要受限制? 陳文敏說 如果要針對不涉及暴力的煽動行為 可以另外再定針對性的法例處理 例如是發佈虛假消息影響股票市場 而不是用定義過闊的煽動條文來涵蓋 我們另外還翻查了有關香港煽動罪的歷史 也整理了澳洲、加拿大、愛爾蘭、英國、紐西蘭、印度和新加坡 七個國家的法例、案例和法改會報告 有個非白衣人被控參與721元朗站暴動 林卓廷這個星期繼續作弓 說回當時她在地鐵車廂裡授襲的情況 林卓廷說 當時一個叫林官娘的白衣人 在車廂裡拿棍指罵和追打她 這裡交代一點背景 林官娘是第一宗721白衣人暴動案的其中一個被告 她承認暴動罪被判囚4年8個月 林卓廷說對方一開始是由上到下打的 她用把傘一路擋 不過都被她打中頭 之後對方把棍打直捅向她 另外還有其他白衣人在後面、側面施襲 林卓廷說不知打了多久 被白衣人打得有點暈 坐在地上 而嘴就受了傷 最後要逢不知16還是18針 林卓廷重申 當時深信警方很快到 他們一度就安全 說自己怎麼可以走了去 見到市民被黑社會打法 她覺得道德上絕不能接受這件事 控方盤問林卓廷的時候質疑 她是見到當日港島區已經用了很多警力 所以就去隔很遠的元朗挑起事端 目的是令到警察疲於不命 用來攻擊警方辦事不力 又說林卓廷目的是火上加油 不是保護市民 林卓廷一概否認 說完全不同意 我怎麼知道她這麼久不來呢 我哪有水晶球 控方再問 那林卓廷有沒有試過跟白衣人談談 和談呢 例如跟他們說說大家冷靜點 市民都是想回家 林卓廷一道說 我說這些說話會不會太天真 人家粗口爛舌 一路罵你 如果對方好像檢控官閣下你禁市民 那就好談吧 控方又說林卓廷根本無意平息事件 相反是挑撥襲內、襲外人的敵意 破壞社會安寧 完全至現場市民的安危不顧 林卓廷答說這個指鹿為馬 我絕不能同意 控方又問林卓廷 去到現場之後為什麼不報警 林卓廷重申是因為分身不暇 又說同事告訴她有幾十萬人看直播 相信有人報警 法官陳廣慈這個時候問林卓廷 你開不開心啊? 林卓廷說我不開心啊 這件事不應該發生 被人打到嘴子穿了流血 有什麼這麼開心啊? 陳廣慈澄清再問 不是問看到你被人打開不開心 是問你開不開心有幾十萬人看直播 林卓廷就說我一點都不開心 發生這樣的事多人看為什麼開心啊? 另外控方質疑林卓廷曾經叫襲內的人兄弟 說各位兄弟不要過去 問為什麼稱呼他們做兄弟 林卓廷說一般我們在街上都會說 說阿哥拿份單張 見到各下你都會說阿姐看看 年紀大些的不叫叔 難道說前面那麼多位先生嗎? 不會這麼說 控方之後再問 白衣人技術上都叫市民 你有沒有叫兄弟不要打? 林卓廷就說 哈?白衣人? 我叫他兄弟你不告多我一條? 又說怎麼會叫他兄弟? 他在打我會不會太過荒謬? 林卓廷作攻8天這個星期完成了 辯方星期五傳趙時任區議員黃偉賢作攻 黃偉賢提到在7月21日之前 打電話通知過警民關係一個姓鄧的警長 說收到元朗下村村民說有鄉事吹大雞 黃偉賢說當時對方很平靜 覆他說會有部署有安排 又說個姓鄧的警長一點驚訝都沒有 多兇有成竹 案件下星期一續審黃偉賢會繼續作攻 最後跟大家說說黎智英案這個星期的重點 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和《蘋果日報》三家公司被控 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等的罪行 這個星期前蘋果主筆楊清奇繼續作攻 楊清奇星期二完成作攻之後 控方第四位重返證人 十二港人之一的李宇軒也開始作攻 先說說楊清奇 楊清奇提到反修例運動期間 蘋果的立場激進是眾所周知 又說黎智英的專欄文章經常呼籲上街 報道也經常有上街的字眼 他自己就覺得不是好的標題 楊清奇又說蘋果對和勇不分比較寬容和支持 主張三筆 即是不譴責、不割蓆、不督灰 他又形容蘋果編才是鳥籠自主 說黎智英設定蘋果基本立場就好像制定了一個鳥籠 裁編人員在鳥籠是有一定自由的 有一定裁編自主權 但不可以超過這個框架 楊清奇在辯方盤文下就確認 蘋果的文章作出批評是為了指出政府施政不當 從而令政府改善政策 之後輪到李宇軒作弓 李宇軒說2019年6月在Telegram 適到同案另一個認罪被告陳子華 當時陳子華在群組叫T 說他們兩個在G20峰會前夕談過登報的計劃 希望將香港引人注目的示威場面 和所引起的動力帶到國際舞台 引起國際關注 李宇軒說登報的眾籌計劃完了之後 因為轉帳要點時間 不可以即刻用到錢要找人電資廣告費 陳子華就說可以幫忙想辦法 又說問過一些叔叔 可以動用到500萬港幣 但他當時不知道叔叔是誰 陳子華之後跟李宇軒說想他簽一張本票 因為上面的人說有壓力想做些事 去確保不錢會回去 簽了本票就不擔心會走數 洪方追問陳子華有沒有解釋 為什麼上面的人會覺得不安? 李宇軒就說他不記得是自己推測 也或陳子華曾經跟他說 因為負責電錢的公司 有些不想去做全球登廣告的業務 所以就要快點wrap up這件事 不會有些不關公司業務的東西在拖著 洪方另外展示了朝日新聞的發布收據 見到客戶寫著是眾志 李宇軒確認是政黨香港眾志 說有成員幫手聯絡朝日新聞登報 他不肯定那個人的身份 但猜是周庭 因為猜得他一個會說日文 他又提到這次眾籌登報之後還剩15萬元 最後捐了給612基金 因為眾籌剩下的錢不可以落袋 至於同年7月第二次眾籌 李宇軒就說經陳子華或者其他人介紹 認識攬炒吧劉祖迪 說他想眾籌在英國發起《中英聯合聲明》登報行動 當時攬炒吧想用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戴卓爾夫人那張握手相 但有人關注到版權問題 之後發現香港蘋果有這張照 李宇軒說當時得知陳子華和蘋果有些關係 所以就問對方可不可以用蘋果張照 陳子華當時回覆他 說下星期和黎智英吃飯時問他 之後回覆 張照OK了 蘋果會跟進處理 李宇軒在庭上說他當時就知道原來陳子華可以和黎生吃飯 李宇軒又提到第二次眾籌 由於轉了籌款平台 一定要用英國的英鎊戶口收錢 最後在其他人介紹下 由一個叫Jack Hazelwood的人幫忙收錢 李宇軒後來得知 這個人是蘋果的專欄作家 另外我們這個星期也整合了前蘋果副社長陳佩銘作供15天的供詞 想知道陳佩銘是如何形容黎智英的作風呢? 他又認不認同黎智英的編採政策呢? 記得去回我們網站的追蹤報導專頁看看 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